海拳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 我要参考的题目是海拳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 以及如何从这些经验教训来看待近些年来中国海拳的发展方向 大家知道近些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了海洋强国的这一战略以后 以及中国的海军现代化的发展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同的看法 尤其是在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属性较强的这样一个国家 在向海拳卖进的时候自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国内对未来中国海拳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也有不同的争论 这里我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一个是从海拳发展的历史动力方面来探讨中国如何继续 海拳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 第二个问题是探讨一下海拳发展的地缘政治的制约条件 第三个方面探讨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 作为一种新的新兴的海拳力量如何处理 与美国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大权的关系 第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第一个方面我主要分析 Changing English 海拳发展的历史 动力 大家都知道海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近代化的产物 近代以来这个世界基本上是由世界的主导性国家基本上都是海洋国家 也就是从荷兰到英国到美国 那么为什么东方的许多国家没有走上海拳的发展道路 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东方那个东方的这个 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这个大陆国家 传统这个农业文明 它缺乏这个海拳发展的这样一个一个动力 尽管历史上也出现过政河下西洋的这样的这种这个奇迹 但它不是它不是在商业这样一个动力驱动下来这个完成的 近代以来的这个海拳 它的这种兴起和发展还有一个资本不断更新 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逻辑在这边 大家知道这个早期的像葡萄牙和西班牙这种这个海拳 基本上是商业加海盗的这样一种这个叫积极的模式 进入到这个河南实际上才成为一种商业资本支撑 支撑的这个海拳 到了英国和美国实际上是工业资本加金融资本支撑的一个这个海拳 反观这个反观这个中国长期以来这个海拳这个发展 为什么缺乏一个根本的这个重力就在缺乏这个资本的资本的一种驱动 现在的中国也曾经试图建立海军 但是这个这种这个海军和这个商业经济和这个资本拓展完全是这个脱离的 因此这个1895年1895年这个甲午海战 号称是号称亚洲第一的这个中国海军很快就就这个灭亡 于此这个同时世界性的主导性海拳国家 它往往也是这个技术创新科技创新和这个技术创新能力比较领先的这样一些这个国家 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逻辑来看当前的这个中国的话 我觉得30年来这个改革开放的一种这个发展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一种建立 尤其是这个当前这个中国对外贸易的这种发展 贸易移存度的这种增强 海外投资的这个海外投资这个增强 但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驱动中国海权发展的一个一个动力 其实有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贸易海外投资和这个海外海外地益 进而促动中国从这个传统的陆船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 如果这个拿当前的中国中国的这个发展来看 比如说这个中国对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的一种调整 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视 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这种加快 对海洋管理体制的调整 深海技术以及极力科考能力的增强 包括像亚洲航的亚洲航的建立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这些都反映了 反映了这个改革开放几十年来 这个由于这个中国它发展模式 尤其是跟世界联系方式的 尤其是背后这个巨大的这种资本 工业这个驱动 反映了中国要建立一个综合性海洋强国的这样一种 一种这个发展方向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还面对着很多这个挑战 时间关系展开 那么我想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海权它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 具有大陆属性和海洋属性兼备的一种这个国家 它在向海权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这种低原政治制约 中国作为这个海陆兼备这个国家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 欧洲也有这些作用 像这个法国德国 在历史上也都曾经这个 它的主要属性实际上也是大陆属性 但是也曾追求追求这个海权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遭遇了 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可供中国集体 对于这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发展海权 但是它的这种困难就远远超过一种 纯粹的海洋性国家发展海权的这样一个 条件限制 那么为什么 主要在很大程中这个陆海兼备的这种 国家和王王面临选择方向上的 也就是向陆地方向发展 还是向海洋方向发展 同时它可以 同时它很容易在海洋方向和陆地 方向 两个方向这个 就是说这个危机 近代中国就有 体现的地道出处 也就是海航和外航的 这个同时危机 那么是近代中国 陷入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这种国家 它也容易导致战略资源的这种分泛化 也就是要往不同的方向来投放国家的资源 因此陆海复合国家在向海权发展的过程中 就对国家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 战略智慧的一种 更高的战略智慧的一种要求 对于中国而言 冷战时期实际上 中国的主要安全压力是来自这个陆地的方向 冷战后有所缓解 但是这种压力仍然没有排除 近些年来实际上 中国海洋方向的安全压力在不断增强 而且中国仍然有潜在的 同时面临来自海上和陆上 安全压力的这种风险 我觉得可以从陆海平衡的角度 来解读当前的一带一路的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要统筹陆海两个发展方向 那么陆地方向实际上就是四周之路 经济带 海上方向是21世纪海上四周之路 中巴经济走廊和中伊梦勉经济走廊 恰恰恰是要用这两个所谋 把这两条路上四周之路 经济带和海上四周之路 连接在一起 这个反映了目前的中国 尤其是新一阶的领导集体 力度把海洋方向和陆地 两个方向统筹起来 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思维 当然这背后也存在着非常大的 地位政治的风险 以及安全的这种压力 最后我想探讨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 中国作为一种新型的海洋权力 它如何来处理和传统的海洋 霸却美国的关系 最近几天大家都看到了 在这个中美在南海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令人焦灼的 令人焦灼的这样一种态势 在历史上作为大陆性 陆海兼备的一种国家 在向海洋方向发展的时候 往往都会遭遇到 既有的海洋霸权国家 那么这样一种困境 大家知道一旦的爆发 在很大程度上 与德国作为一个海陆兼备国家 挑战英国的海洋霸权 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国际社会把今天的中美关系 比作历史上的英国跟德国关系 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 怎么怎么这个汲取历史上 德国挑战英国海洋霸权 导致这个世界性冲突的这样一个教训 虽然就成了摆在当前中国面前的一个任务 也就是能不能走出这个休息抵折陷阱 休息抵折陷阱的问题 目前我觉得 中国提出这个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提出建立不充足 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 作为一个新型大国和守城大国 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和平合作关系 像一种新型的决心 但是这背后仍然面临着诸多的这种问题 怎么来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需要通过中美的战略对话 和这个战略互动来解决 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中国方面来看我觉得 不断地夸大中美之间的这种海权 这种张力 从美国方面来说 也应该理解中国 为了实现自己的主权利益和海洋权益 所在海权方向上的这些发展 美国应该看到中国发展海权 更多的是为了维护主权权益和海洋权益 而不是要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 也不想磕磕亚亚太地区的海洋共同性安全 更不想把美国从亚太地区 更没有把美国从亚太地区赶出去的这样一种愿望 也没有这样一种能力和意志 因此当天中美建立了许多机制 要缓解这些矛盾和冲突 但是这毕竟是摆在中美面前 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不仅需要悉心大国 那么它要做出战略的调整 更需要守城大国来改变战略思维 只有双方都改变战略思维 才能走出历史上的悉心大国和守城大国 充足这样一种历史困境 那么这个任务不仅仅是中国的任务 同时也是美国的任务 我发言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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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